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 美俄总统隔空对决 被指冷战重演 两个立场完全不同的元首讲话 各自的主题 其实关键词是一个 就是进行道理 事关战略核武器 美俄仅存的一个军控协议被切断 会引发什么危机 这次如果说把这个管道冻结 它就意味着下不 那就连发射我也不告诉你了 那么这个会不会产生 大国之间的这个核误判 白俄罗斯称 北约在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 集结超两万名军人 白俄总统下令 组建超十万人的准军式防御部队 应对危机 塞尔北亚总统伍器齐直言 俄乌未来几天将有大事发生 大家就卯足了劲 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 互有攻守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下 这就叫大事发生的导火鼠 你看这种深深的担心 它就是当下的俄乌冲突 在目前的态势下 给很多欧洲国家 特别是那个防御能力 不是很强的国家 带来的极大的恐慌 心理恐慌 中方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为破解安全困境 提出中国方案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一年前的今天 俄乌冲突正式爆发 如今战事依旧焦灼 美西方加码拱火 俄乌都被指 可能在准备更大的攻势 冲突一周年之际 美俄两国的领导人 进行了一场隔空对决 美俄之间唯一的军控协议 被切断 事态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将邀请专家 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 一起来观察 先来看一个背景短片 当地时间2月21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 发表俄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 首次国情资本 指责美国等西方国家 试图借别人的手 点燃欧洲战火 消灭竞争对手 强调在战场上 战胜俄罗斯是不可能的 并宣布暂停旅行 与美方签订的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普京称美国要求俄罗斯 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所有条款 自己则随心所欲 同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 在访问波兰时发表演讲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 拜登用非常尖锐的语言 指责俄罗斯领导人 甚至在讲话中 十次单独点名普京 相比之下 普京当天早些时候 发表的长篇幅演讲中 一次也没有点名拜登 法新社将此番场景 形容为对决演讲 纽约时报评论称 双方相隔数小时800公里 都誓言坚持战斗 直到对方撤退 可以被视为冷战时期 最糟糕日子的重演 此番交锋的前一天 拜登突访基辅 会见乌总统泽连斯基 并宣布价值5亿美元的 新一批军事援助 以展现美国对乌克兰的 所谓坚定支持 而据美媒报道 就在拜登短暂访问乌克兰期间 俄罗斯进行了一次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在普京发表国情咨文的同一天 俄外交部召见了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强调为了缓和局势 华盛顿需要采取措施 从乌克兰撤出 美国和北约的军人装备 以及停止反俄敌对活动 俄外交部还称 美国向基辅提供的武器 以及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 后勤人员 均将被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 俄乌冲突已满整整一年 美俄对决愈发激烈 冲突局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防务型观察马上解读 好 欢迎两位 首先请教杨先生 我们看到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 普京和拜登的这番隔空对决 为接下来的俄乌冲突 定下了怎样的基调呢 我想这两位领导人的讲话不同 立场完全不一样 但是给这场冲突定下了 一个相同的基调 那就是把这场仗打到底 那么从拜登的洋洋洒洒的讲话当中 可以概括为主题 概括为一句话 就是要把援助乌克兰这个事 援助到底 这是他的讲话的基调 那么从普京总统关于 国境总统当然不知是讲的 俄乌冲突 但是关于俄乌冲突 普京总统讲的很清楚 这场特别军事行动 一定要达到目的进行到底 换句话说呢 就是两个立场完全不同的 元首讲话 各自的主题 其实关键词是一个 就是进行到底 一个呢就是拱火要拱到底 从普京总统的角度呢 就是要利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 维护俄罗斯的这种国家安全 长治久安 所以也要把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进行到底 因为这两个一进行到底的话呢 势必把这个冲突呢 它的烈度 它的广度 都有可能要加深加大 这是这个讲话之后 战场可能要出现的情况 那请教李女士 我们看到俄方呢 是暂停了这个美俄之间 唯一的一个军控协议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那您觉得这会对核武问题 带来怎样的危害 为什么会恶化到如此境地呢 应该说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 也是一个窗口 让我们看到 就是在俄乌冲突的当下 美俄呢把最后这个 可以说受国仅存的 唯一的最后这个联络的管道 也要切断了 这就是当下的 一个现实的影响 所以从这次呢 我们知道 一个小时45分钟的 普京的国情资文呢 把当下的俄乌冲突 那么实际上定义 就是首要的责任 是在西方 这是非常清楚的 同时呢 以一个非常强力的举措 就是要暂停 当下的这个双方的 新削减减性战略区条约的 这样执行 唯有把这样一个冲突的等级 提高到这样的程度 西方国家才会去 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才使得未来的俄乌冲突呢 有可能向一个 相对收紧的方向在发展 而不至于下部 包括战斗机 包括这个高端打击兵器 就全面地进步地推动 所以这是首先 一个立场的问题 那么其次呢 就是它的核心 我们知道呢 这个条约的核心呢 它本质上是在监管 那么这个监管的意思就是 它不仅是双方 有相互的核查机制 同时呢 它还有双方的 比如说发射呀 训练 它有个相互通报机制 我们知道在去年 哪怕俄乌冲突呢 这样危急的关头 那么每次 俄罗斯的战略导弹发射 事先都仍然在向美国通报 但是这次 如果说把这个管道冻结 它就意味着下部 那就连发射 我也不告诉你了 那么这个会不会产生 大国之间的这个核误判 实际上这个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层面 更不要说 对下部整个的核不扩散的形式 造成多么大的影响 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所以现在呢 虽然俄方的立场 它是暂时的 而且它讲的 实际上就是出于当下 对于整个局势的研判 那么把这个管道停止了 下一步实际上能不能启动 我觉得它也有其他的一些机关 实际上都可能使得 这个问题还会出现 某种程度的转环 那么我们看到 在普京发表了 这个国情咨文之后呢 俄外交部呢 是召见了美驻俄大使 同时呢 是要求美国撤出 所有在乌克兰的军人和装备 还表示说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 所有的人员和装备 都会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您如何看待这一举动呢 其实你刚才说到的 召见美驻俄大使 这个讲的这个事 其实是最近这个 结合普京总统 国情咨文宣布的 那个暂停条约这个事呢 它是一个组合权 首先呢 这个暂停条约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大国博弈当中 经常玩的一个手段 叫啥呢 叫悬崖边缘策略 就是这个条约吧 它暂停以后呢 往下走 就是废了约 退出去 往前走 就是回到原来两个 它就等于把美国 就拉到悬崖边缘 你要再逼我的话 咱俩一块跳下去 因为这个条约 如果彻底被废掉的话呢 联合国都说话了 这事不光是你们两家事 全世界都跟着倒霉 我又把什么扯上了呢 把美国的人员和装备 在战场上这个事扯进来了 那么装备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么人员呢 这个叫公开的秘密 它倒不是战斗部队 比如说那个后勤 维护的专业技术人员 你像那个海马斯火箭炮 交给你了 那个一系列的维修什么 还得靠专业技术人员 那么培训也是一样 需要专业教官 这里面说有美军人员 那自然是我的合法打击目标 那么结合到这个暂停 这个最后一个新战略武器条约 再加上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我因为在战场上 打伤打死了美国人 那么我这边的已经暂停了 就是核武器这块暂停了 那就是说呢 你要是因为这个事跟我打起来 那咱就核武器恐怕就 招呼上来了 反正咱们现在在悬崖边缘 你要那么的话 咱就一块跳下去 那请教李女士 我们看到美媒的报道说 在拜登这个闪电访问基辅的同时 俄罗斯试射了 萨尔玛特洲机弹道导弹 您觉得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应该说每次在重大的时刻 俄罗斯都会有战略核武器的表现 所以这个逻辑也很清楚 在去年岁份的时候 俄罗斯曾经试射了一枚萨尔玛特 当时普京讲得非常清楚 他讲的萨尔玛特 是能够保卫俄罗斯的安全的 而且它能够让那些 去对俄罗斯行挑衅的人头脑清醒 我觉得这个头脑清醒 这四个字讲得非常明白 就是它会让很多膨胀的战争观念 在现实的俄罗斯强大的 战略核打击能力面前变得清醒 这个也是当下俄方的想法 同时从其他的配套行动来看 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还不是俄方的一个单一的行动 比如说在一周以前 我们看到最近频率比较高的 就是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逼近 你看在阿拉斯加方向 两次突九五带着苏三五 逼近的时候 让北美防空区陷入一个 非常混乱的局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都是俄罗斯战略核武器 它使用的时机 它可能真正不会在实战当中使用 但是这种调动本身 它会造成一个极大的压力 同时呢 它也是几方的这个态度 那么包括立场的一个极大的释放 与此同时 无论是俄乌冲突双方 还是临近的波兰与白俄罗斯 都在加紧备战 防务型观察稍后继续 据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军队和其他武装部队 20号在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 切尔诺贝利隔离区 举行了演习 同一天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 他已下令组建一支新的 领土防御部队 随时准备应对侵略行为 并在和平时期维持公共秩序 据悉 这支领土防御部队 将由10万至15万名志愿兵组成 如果需要还将增加人员 白俄罗斯方面称 西方在蓄意加剧 白俄罗斯边境附近局势 北约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集结了超过2万名军人 可以短时间内 向白俄方向建立进攻部队 对白俄的军事安全存在直接威胁 另一方面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近日表示 他正与拜登政府 就增加美国在波兰的驻军人数 以及建立更永久的军事存在 进行谈判 目前有大约1.1万名美军 在波兰进行轮换 另据法新社报道 几百名乌克兰军人 在德国接受高强度的坦克操作培训 每天12个小时 每周6天 报道称 他们将在短短5周内完成培训 正常则需要两倍的时间 本周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表示 当前的目标是在3月底前 向乌克兰交付暴式坦克 和黄鼠狼步兵战车 那么多方都在争分夺秒的备战 俄乌冲突是否会外溢升级呢 防务型观察继续解读 请教杨先生 我们关注到白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 说北约已经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集结了超过2万名的军人 而且我们看到波兰总理表示说 正在与拜登政府谈判表示说 还要增加美国驻军 那您觉得这些动作 是否会进一步激化地区局势呢 一定会激化地区局势 即便美军不介入这个直接介入 但是你在这个前沿国家 进入大量美军 本身就是一个刺激性举措 使得现在这种长期化的战争呢 进一步升级的风险就会升高 北约集团啊 就是目前在俄乌冲突当中 应该是可以分为三大板块 首先呢就是美 英 加 就是美国 英国 加拿大 这三个国家 讲英语的国家 立场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远离战场 不仅远离还隔着海 你比如说英国吧 隔着个英基里海峡 美国 加拿大呢 隔得更远 就是个大西洋 所以你这边打翻天了吧 它这三个国家 可以说丝毫不受影响 这是一个板块 就是支持你打到底 第二个板块是什么 就这些前线国家 前线国家呢 说实话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心态 既希望呢 利用俄乌冲突来削弱俄罗斯 但也是最害怕的 因为挺得急 然后真的要造成什么后果的话 他们首先遭殃 第三个集团呢 就是中间这些左要大国 什么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这些国家呢 说实话有影响 但是呢 不像前线国家影响那么大 但是更重要的 这几个欧洲左要大国呢 跟俄罗斯的关系 叫藕断四连千丝万缕 战争这只是暂时的 常态情况下是非战争状态 日子还得过 彩米油烟还得弄 所以是他还得考虑 长远的这种两国的联系 所以这三个板块 由于自身地缘环境不一样 它当前的这个处境就不一样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已经在北约的 这个三大板块国家当中 已经引起分歧 进一步分歧了 分歧的根源呢 不在于三大板块 而在于什么呢 这援武啥说是个头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邦克弗说 现在战争开始进入到长期化 这是一场烧钱的绞杀战 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欧洲社会出现反战的 就是不要再打了 就是说地主家没鱼粮 现在鱼粮没有了 拿口粮去援武 那么这个在欧洲就不干了 美国现在也不干了 所以说拜登总统呢 如果说第一次 上次访问波兰 是在打气 这一次访问呢 是在对盟友和美国国内喊话 这种情况下 如果美国西方 不要说断共 只要一减共 这账没法大 但是美国讲 你要不打下去 谁来削弱俄罗斯呢 所以他就说 我要带头 共和共到底 那么这个战争就要打到底 那请教李女士 我们关注到白俄罗斯方面 近日是对自己的安全 表示了严重的担忧 称是西方在蓄意加剧 白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局势 那您觉得 未来下一阶段俄乌冲突 是否会外溢到白俄罗斯呢 应该说白俄罗斯当下 他对安全的担心 是非常现实的 因为按照这次 白俄罗斯国防部 他不是有一个 国际安全合作局的局长 列文科 他是在对外国五官 那么公开发表演讲的时候 讲到一个数据 我觉得还是很说明问题的 就是整个在过去的两年 北约国家在白俄周边的演习 次数增加了三倍 那么这里面 从2019年的19次吧 到2022年的76次 首先我们看到 这是急剧的一个推高态势 同时呢 如果说光是从去年一年 参演人数18万人次 而且装备是1.34万件 这个规模 我们知道已经相当大了 更不要说 美国战略轰炸机 还会在欧洲 现在已经定期的巡航 它的军舰就在波罗地海 地中海出现 而且就带着 海集合空机的巡航导弹 我想这个威胁 它对于任何国家 它都是一个现实存在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它整个目前 北约的重心上 也是在这个周边在布局 因为这次我们看到 拜登到波兰去 他上要建的是 布加勒斯特九国 这个九国整个就是 北约的东线 而且从当下 美国在欧洲所有的 这个士兵的原额 大约是6万人 其中一半 3.4万人 就超过一半 都部署在东线 而且特别像波罗地海 和波兰 光是这一个区域 它就有2.2万人 所以我们发现 这个重心上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当下我觉得 白博斯表现出这种 对自己国家安全的担心 它是有道理的 就是万一这些规模的士兵 迅速地集结 在某个方面 对欧洲国家安全构成挑战 那么要不要做 事先的这个预备和准备 而且在2月8号的时候 当时白博斯还拦截了一架 乌克兰的侦察机 那么它是携带的侦察的设备 从布列斯特方向 那么向白俄境内进行侦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你侦察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你是不是在有后续的打击行动 所以这些呢 我觉得都是当下 白博斯的重大的 国家安全的关切 而且用这个联文科的话来讲 他觉得目前在 白博斯周边的国际形势 就是一场危机 我觉得这个判断 应该说也是客观 俄乌局势阴云笼罩 塞尔维亚总统伍奇奇 甚至警告 未来几天会有大事发生 我们来看短片 当地时间2月21号 塞尔维亚总统伍奇奇 在阿布扎比防务展上表示 目前弹药非常抢手 各国正在提高军事预算 和抢购武器装备 谈到俄乌冲突时 伍奇奇认为 未来几天内会有大事发生 各国正在为大事做准备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国情咨文中指出 西方希望将俄乌冲突 这场地区性的危机 变成全球性对抗 以攫取无限权力 2月21号 中方正式发布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针对当前最突出 最紧迫的国际安全关切 提出20个重点合作方向 涵盖发展联合国作用 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 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 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等多方面 并就倡议合作平台和机制 提出设想 外交部长秦刚强调 安全是世界各国的权利 不是某些国家独享的专利 更不应由个别国家说了算 那么在美国四处拱火交游 乌克兰危机延宕难解 地区动荡战乱频发 安全赤字 日益加剧的当下 该如何破解安全困境呢 防武型观察正在播出 好 我们看到塞尔维亚总统 伍七七表示说 最近一段时间 弹药非常抢手 而且还警告说 未来几天可能会有大事发生 那请教两位的观察 可能会发生什么大事呢 林女士 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 做准备 好 杨先生 更准确地讲 未来几天会出现 引爆大事发生的导火索 好 林女士 应该说武器齐的 它这个说法 实际上带有明显的 对于未来形势的担忧 因为按照武器齐 它说的这个数据 就是按照俄欧冲突当下的消耗量 俄罗斯一天 消耗大约是3.5万发的子弹 乌克兰一方是1.6万发 而且冰雹火箭弹 那么大量的需求 是相当于战前的 现在已经提到70% 就是这种需求量 普通的生产速度 你是供不上的 那么这个它就会带来 一个变态的后果 就是各个国家都在 非理性地增加自己的国家投入 所以它举到了一个国家 就是波兰 它认为当下 波兰的国家开支 已经占到GDP的5% 我记得以前 我们曾经探讨过一个问题 就是北约为了2%的 这个达标不达标 特别纠结 后来提到2.5% 但实际上波兰 现在已经完全跨过2.5% 它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 综合的欧洲安全的 这样一个不可控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 当下所要分析的 因此呢 这个伍七七她不是讲吗 她说呢 现在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就是 我们当然要想 要全力地保护 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 你看这种深深的担心 它就是当下的俄欧冲突 在目前的态势下 给很多欧洲国家 特别是那个防御能力 不是很强的国家 带来的极大的恐慌 心理恐慌 所以这个实际上 只是一个很小的侧面 它在更大层面上 我们说反映出 众多国家实际上都在寻找 自己国家安全的新的出路 杨先生 对此您怎么看 其实武器其实在预告什么呢 未来几天呢 就从现在开始吧 俄乌冲突这个战场的 这个战争的烈度 会急剧升高 当烈度升高的时候 那么就有可能呢 广度就会扩大 就是那种 无论是战场使用兵器的 这种范围 还是这个战场 这个双方交战的地理范围 都会扩大 刚才讲的 这个北约重兵2万 在前线国家 其实他也担心 外移到其他国家 那么这个我为什么说 它是大势发生的导火索 因为现在俄乌双方 都在准备进行春季攻势 俄军是准备要春季重点进攻 那么这个乌克兰是准备 春季全面反攻 那么这样一弄呢 就是说大家就卯足了劲 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 互有攻守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下 这就叫大势发生的导火索 首先我们界定大势 就是说这个目前的冲突 已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那叫大势 又卷入新的什么了 那叫大势 那么但是确实呢 双方正在准备的 而且现在开始的 都在这个相互 就是进攻的对决 这种情况下呢 容易引爆真的大势 那请教李女士 我们观察到普京近日声称 说西方欲把这场地区性的危机 变成全球性的对抗 您觉得这会有多危险呢 我们又该如何警惕与防范 应该说这个趋势非常危险 因为当下我们首先看到的 就是说欧冲突一周年 实际上事实上 它重创了欧洲的经济 和欧洲的安全 这是当下我们说 非常明显的事实 所以下部你比如说 它有没有可能外溢 你比如说有没有可能 像亚太地区扩展 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因为欧洲经济 它是全球的一部分 那么这里面它表现得不好 它当然对于整个全球经济 都有影响 同时我们看到 北约和亚太国家的走进 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包括像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美格 到日本来 到韩国来 包括日本 公开地对欧洲私情制裁 选边站队 所以现在当下我们会发现 就整个的这个外溢 它已经是现实 所以普京讲的这个 我觉得它就是个危险的预警 就是很多国家 在置身这个战争期中的时候 他没有意识到 将来这个战争的副产品 会反噬自己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才是当下 各方都应该警惕的 那请教杨先生 我们看到现在 全球都在面临着安全挑战 那您观察 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给破解当前的这个安全困境 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呢 刚才你用了一个 非常好的词叫困境 实际上俄乌冲路 不是两个国家在打 是俄罗斯同乌克兰 作为前线 后边一堆北约国家在打 那么双方都认为 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而战 那么战的结果是什么呢 战的结果一定是 一方的安全 必然建立在另一方的 更加不安全之上 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 因此沿着这种 这个分割的安全 对立的安全 进行的博弈 只能使所有国家 都更不安全 那么这场俄乌冲突 其实是全球安全困境的 一个缩影 而中方的文件呢 它提出中方的智慧 就关键在一个关键词 共同安全 就是你俄乌冲突啊 打的不就是安全吗 应该从根那枣 既然双方都是为了安全 就应该从如何建立 共同安全 而不是集团安全 美国为什么把这个全世界 搞得乱七八糟呢 就是因为它那个 到处鼓吹的集体安全体系 这个世界被美国的 集体安全体系 分成两类国家 一类呢叫做 集体安全体系里边的国家 一类呢就是 集体安全体系外边的国家 比如说 乌克兰为什么想加入北欧 我得加入你这里 好了 你加入了以后 整个俄罗斯不是 那么你安全了 俄罗斯不安全 它肯定有反应 它一反应你觉得不安全了 这就叫安全困境 所以我觉得呢 全球所有的热点地区 包括全球整个的安全架构 都应该按照追求 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 而不是追求 只追求部分国家的安全 来建立 如果按照美国的方向 只搞集体安全 这个世界永不能安全 只有全世界 不管大小国家 不管你信什么制度 大家寻求 共同安全的时候 这个世界才能真正安全 这个复杂的俄乌重途 才能真正地得到解决 这里是防务型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准备 auth este 2011 2013 2014 2014 2015 2013 201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